老婆 从老家拿来的那些东西 我拿去给我堂哥一下 为啥呀 我就拿就给他呀 是吧 都是亲戚朋友 都是亲戚 人家有也没见给我们呀 他是我堂哥啊 是吧 我该给 你怎么突然对你堂哥那么好啊 啥就好了 就应该好啊 就应该好啊 是堂哥啊 是吧 都是兄弟啊 你是不是又欠人家钱了 你是不是又背着我偷偷跟他借钱 然后去打麻将啊 怎么讨好人家 是不是怕人家来问我要钱呢 你怎么知道啊你 我怎么知道 一般你这样子都会去讨好别人的 那 你说是不是 那你拿钱给我吧 拿钱给你干什么 你不给那我就只能拿那些从老家拿来的东西去给他了 那些能抵多少钱啊 不知道了 反正你看鸡鸭额啥的都有 是吧 辣豆啊啥的 鸡蛋啊 是吧 土鸡蛋啊 是吧 也挺值钱的 你平时玩完就算了啊 你从老家带来的东西你都要拿去抵了 没办法 没办法嘛 是吧 不可以拿啊 不可以拿啊 怎么就不可以拿呀 要拿的啊 你要欠人家钱你自己想办法还 我还真的了啊 不要老师拿这个拿那个去抵啊 那你那让我怎么还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帮你想怎么办法 不知道啊 我没办法啊 东西不能拿钱我也不给 让你挡挡教训啊 老师借钱去玩 没钱你还玩 让你玩 那我欠人家的怎么办啊 你欠人家怎么办 你自己想办法 我自己想办法 你是不是玩上瘾了啊 没有啊 我以后都不打了 不玩了 先拿来啊 你每次不是这样子说 最后还是去玩啊 先拿来还给人家啊 拿来还给人家 我这回帮你还了 你又去去去给我赌溜给我借 你都是成年人了 你都是当爸的人了 你还这样子搞啊 哎呀 你这个啰嗦有什么用呢 不给 你这么啰嗦也没用啊 还不如赶紧的 还了安心心一点是不是 你这样子 你不安心啊 还欠着人家呢 你不安心啊 对 我安心得很 你最想办法吧 反正大部分你要丢人的是 你又不是我 我有啥丢人的我 你欠人家钱啊 你不丢人了 到人家前面都得低头一 低人一等啊 还要去讨好人家 我看你还敢借不你 对 对